像千層派 所以你從 等一下你回去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旁邊的這個地址它是一層一層的千層派 那這一個就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看到的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讓你還原過去 在200萬年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這個地方我們特別大老遠 花了八個小車車要來這邊看 那到底在看什麼 關鍵是什麼 就是你在想像 250萬年前 台灣島是怎麼樣的 台灣島會有沖積平原嗎 沒有 那台灣島是什麼 它在龍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把這些千層派這些沖積岩 它推起來 那推起來 然後它也沒有土壤啊 它其實就叫做石頭島 石頭島 那它會不會有生命 就是陸地上的生命 它沒有啊 所以它的陸地上的生命 要從哪三個路徑過來 我們這邊會有洋流 所以會有海漂植物 會過來 還有我們這邊會有候鳥 還有呢 還有就是冰河期 幾次重要的冰河期 讓亞洲大陸的生物到這個地方來 那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有怎麼樣的生育環境 就是怎麼樣的環境 容納這麼多的生命 因為你生命要多樣性 它的環境必須要多樣性 所以你想想看 在這樣的峽谷 在過去你就還原過去在200萬年前 其實我們台灣島的雛形 就是一個石頭山 石頭島 那這個石頭島 因為過去呢 一個土壤它要 岩石要化 風化變成土壤 要經過好幾萬年 才可以慢慢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峽谷裡面 可以看到的 不同梯度的環境的變異 產生不同的多樣性的環境 這個不同多樣性的環境 才可以容納這麼多的生命在這裡面 就像我今天在沿途有跟大家講 小時候都有做那個99乘法表對不對 九個變數九個變數 乘起來就有這麼多的可能對不對 那同樣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有多少個變數 而且這個變數 它是一個梯度的變化的 就像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河流 它是由西向東流的 那這個坡面呢 就怎麼樣 一個是朝南的 一個是朝北的 這兩個坡面的光照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 向南的坡面它的光照是比較多的 向北的坡面的光照是比較小的 其實我們就講這個光照 當然光照呢 包括了這個坡向的關係 還包括了我們從山頂的光照 跟西土的光照又不一樣 光的一個梯度的變化是一個因素 這一個 當然也包括了我們剛剛 昨天也上過課 叫做氣候的因素 降雨的因素 一年四季的變化的因素 那第三個呢 還有水 那降雨的時候 從高往低處流 再加上說這岩石它不保水 所以往上的林線它又比較乾 那往下它水往下滲 滲到溪谷這邊又比較濕 所以在這幾個因素加成起來 還有呢 土壤崩化的厚度 就是它堆積下來 它掉下來的土壤 所以我們沿途回去看的時候 有些大石塊 我們旁邊不是會經過隧道嗎 那時候是非常經典的 一個很重要的畫面 就是你一個岩石上面 堆積了薄薄的一層的土壤 然後有一棵樹長在那邊 你那個照片如果拍下來的話 就很具有教育的意義 因為你看土壤的厚度 深淺厚度 它就會有不同的植物長在上面 所以你 剛剛我們講到幾個因素了 包括我剛剛講說氣候 它本來就是一個大環境的氣候 就是在這個緯度 在這個地方 它有什麼樣的溫度跟降雨量 再包括我們在地的這個地方 有不同的後面的光照 再加上呢 由高往低的一個水分的梯度 再加上土壤的深淺厚薄不一樣 所以這整個加起來它的變化就非常多 變化一多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像一個 碎部整個都拼起來 碎部整個拼起來 也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這麼多的環境的變化裡面 讓在冰河期或者是 我們整個台灣島整個生態的演化的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容納這麼多的生命 這些地方就讓他們找到 他們可以在的位置 他們可以在的位置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是台灣的整個生態演化的一個叫做 算是一個圓箱也好 或者是一個著床的位置也好 讓它這個地方可以 能夠發展出去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慢慢的整個台灣島 它就是在東邊或西邊 河流出去的地方 就會有所謂的沖積平原 那這個沖積平原 在過去人還沒有來這邊開發的時候 這邊的沖積平原的這個植被 就是森林的狀況 是會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也是讓這樣的一個陽性的植物 我們剛剛看到所謂的陽性植物 先驅植物 它需要很多陽光在崩塌地 可以長的這些植物 它其實在低海拔的沖積平原 它能夠立足的機會比較少 並不是沒有 是立足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在那個地方 溫度濕度都非常降 非常豐富的狀況下 然後又沒有人去開墾跟破壞 所以這些先驅植物 它會在哪裡 它就會在這樣的一個崩塌的地方 有一些變動的地方 它可以依存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 比如說有些破壞地 不是會有野童 會有白桃子 然後這些這些血童 這些東西 其實它在過去人還沒有開墾 在低海拔的沖積平原 它是沒有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多的環境 讓它可以進入的 那是因為在這幾百年下來 因為我們把低海拔的沖積平原 都破壞了 然後有一些破壞地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 先驅植物起來 先驅植物起來 所以我們在看到說 現在這幾個 我們沿途看到的幾個先驅植物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其實台灣島 整個森林的生態 是跟整個島嶼 造山運動一起演化的 想想看 在造山運動的時候 這個山會怎麼樣 山會崩塌 崩塌的時候 就把原來它好不容易長起來的 小樹林或者森林 它怎麼樣 它就垮下去 它垮下去 好不容易在這個土壤 它已經化育好了 然後呢 它好不容易 經過了好幾百年的樹葉 然後在這邊腐化 然後累積的養分 當它一次的地震 它就全部都不見了 那不見了 這整個消掉了之後 所剩下來的這個地方 就會沒有大樹的遮蔭 然後太陽一曬 就很容易就乾 乾旱就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在崩塌過後 因為整個環境變動 已經不一樣了 跟森林是不一樣 就會變得很乾 第二個呢 它有營養的東西都被垮掉了 所以它變得不營養 然後因為這幾萬年來 都是這樣子 一兩百萬年來 都是反覆反覆反覆這樣子 那植物它為了要競爭的關係 那這個地方 也是說 這個地方創造了有些適合 因為我們在天者的考驗之下呢 有些植物它會比較需要陽光的 它可以耐瓶擠的 它可以忍受比較強的陽光的 那它的後代在這邊的重活率就比較高 以至於說在演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在台灣的森林的生態裡面 就創造出很多的陽性的植物 尤其是在這樣的環境變動很大的環境下 那這樣的環境下呢 這樣的環境下 也讓我們的森林裡面的這樣的一個組成 其實我們人只要退出干擾 它其實回復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回復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在這個峽谷的整個變動裡面 今天給大家看的是東部的峽谷 昨天老師有講是一個B字型的 其實呢 我們在過去西部的河流 其實都是這樣的整個發育的過程 因為它是一個石頭島 它這樣上來的時候 它的整個變化的過程 其實它的脈絡是很接近的 也就是說不管是你在大甲溪 或者是在國水溪 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也是像這樣的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慢慢的崩塌金石 變成U型的 變成開闊的一個大的一個河床 然後或許再加上一個地震 然後就沖下來很多的土石流 變成岩色湖也好 或者把河道蓋住也好 就又把河填平了 填平了之後呢 又慢慢的又切出一個新的河道出來 所以在西部的整個變化呢 就可以我們從東部跟西部來做比較 就可以找出一些整個台灣島 整個演化的一個簡單的脈絡 然後今天我們就是 回去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的 從回程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些畫面 那我們就慢慢走回去 好 蓮水 你有望眼鏡嗎 這沒有 我懷疑是那個 是嗎 我有望眼鏡鏡我看一下 這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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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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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